hello大家好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带来这一期诺子解讯 今天带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马斯达8 其实马斯达8算是日系MPV中的性价比非常高的车型了 为什么说性价比高 因为这台车15年上牌9万公里 价格是不到14万 如果你要看15年的奥德赛的话 奥德赛基本上在19万上下 所以基本上有一个5万的差价 所以差价还是挺大的 所以这么看来说你台车性价比很高 当然了这个车其实它便宜 但并不代表这车不好 其实你仔细体会过之后 感受过之后这个车 马斯达8还是非常多的亮点 所以今天得拍一个小视频 带大家看一看这个车 然后这个车其实总体来说 车况还算是不错 内外品项都挺好的 9万公里基本上都是全程的 slice店的保养 有特别细全的维保记录 然后轮身耗材 不论是刹车片 还是轮胎剩余的也都挺多的 然后这个车其实你能看出来 千万车主用的是挺仔细的 整个内饰 基本上看不出来什么磨损 你可以看到座椅的这些边都还不错 而且你可以看迎宾踏板的保护膜都没撕掉 而且四个门子都没有撕掉 我觉得这个是能看出来品项不错 用的挺仔细的 然后其实马斯达8这个车 我自己我把玩一翻之后 我觉得这车真的是量挺多的 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个后排 这个后排其实这个座椅 你坐在那之后 其实这个乘坐的空间 或者你的乘坐感受都不错 这些两边都有一些都有扶手 而且它的这个座椅可以前后调节 前后调节的范围非常非常广 你可以往前调可以调到这 其实还能往前调 把我腿卡住了 可以这样坐着 然后往后调也可以到非常厚的位置 然后这车它还有电动的门 而且除了这个门以外 这个玻璃也能降下来 这儿呢 玻璃可以完全降下来 这一个配置在MPV里是特别少见 OK 我们先把门打开 然后这个座椅 它除了可以前后移动以外 它还可以左右移动 这个看我这个座椅 这儿有一个把手 搬住之后 我这样往里挪 就进去了 比如说你家里头做一个小简直 你可以这样 就跨我家 特别的方便 当然了这个配置之所以 人家这家设计 不是说为了让你跟这边小姐姐亲密接触的 根据官方的说法 这两个座椅合并了之后 这样就可以坐三个人了 你看人家官方还在这专门留着安全带 你看这儿有一个安全带 然后这边还多于一个安全带的接口 所以其实中间这个座位算是一个两点式的这样一个安全带 所以这是一个第二排 严格来说算是三个座椅 所以这台马斯达8 严格来说是一个八座的车型 知道为什么叫马斯达8了吗 因为能坐八个人 然后它的座椅 除了拼上之后能坐三个人一拜 我觉得座椅左右挪动之后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你可以更加方便进入第三排 你把座椅往里靠之后 你可以搬动这个 然后整个座椅也可以往前滑 这样进入第三排特别的方便 这样你就不用进到这里 然后再从中间过去了 这样的话你直接上车的话 你看一步就卖起来了 挺好的 然后第三排的这个空间 其实如果你要把第二排往前稍微调一点的话 日常乘坐还都是没问题的 不过我觉得第三排的横向空间 稍微的小了那么一点点 如果我本来这个中间坐三个人的话 稍微有点困难 然后第三排你看乘客呢 它是有杯件上面有空调 然后中间还有这个中央扶手 而且第三排的这个座椅靠背 还是可以调节角度的 你看我可以特别靠后仰 我可以仰成这样 是吧 其实对第三排乘客的照顾 也是特别的到位 然后这个后排这个座椅呢 还有一种玩法 就是你把这个第二排的头枕看下来 先扔一边 然后呢 把这个第二排的靠背呢 直接放挡 你看 基本上就形成了一个单霜 你看我向上去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一看就特别舒服 哎呦 这特别还哑 往这一坐 地道 我跟你说什么麦巴赫什么的 空间都不是这个 你看这腿 而且你要是把两个都放倒之后 基本上就是一个双式床 对吧 你在车里有一个双式床的话 就是有些时候还是挺方便的 对吧 OK咱们后排空间说完呢 咱们再来看一看它的这个后备箱 因为有些七座的车型呢 第三排座椅打开之后后备箱基本上就没了 对吧 这台马自大巴呢 后备箱呢 其实你要是把这个靠座椅啊 别这么靠后 你正常一点的话 其实后备箱 做这个第三排打开之后 这个后备箱呢 还是不错呢 我觉得至少放两三个小的旅行箱 都是问题不大的 如果你把这个第三排放倒的话 那你想装什么东西 基本上都问题不大 对 那动力方面的这台车啊 其实搭载的是一个2.5升的三十气放置机 配合的是维T变速箱 其实这套动力总成呢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成熟可靠 我觉得对于一个家用MPV来说 成熟可靠真的是最需要的点啊 那动力方面呢 不算是特别的强劲 但至少我觉得不肉 然后这车呢 是优款的好像叫领航版 算是当年的顶配 所以配置上也是挺丰富的 像前排的这个 做一家热意啊 然后无药进入 无药启动啊 蓝牙音乐 倒车影像等等等等 也都有 所以日常家用已经是完全完全够用了 然后这车其实我 这个今天我把玩过之后 我觉得这车还是挺香的 因为本来我做MPV不是特别的感冒 然后前天日子 我朋友买了一个维亚诺 然后我就觉得这车好像MPV挺香的 七座 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拉上篷了 真的特别的方便 所以这个车呢 你想想 我觉得后排 你又能躺着 又能坐着 甚至能坐8个人 然后配置也挺高的 而且这车啊 我觉得14万不到的价格 真的是挺有性价比的 OK 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拜拜